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越岭古道有许多小路 而且许多小路有30 然后我们在上去的路上有好几次差点滑倒 我们便联络当地领长协助救援 好在最后将该受不平重乘风救出 看着说这路上是一个小时就能够 但是日头路上一家两点多小时还没够 手机就用着无电了 他才报警 减方找得了解地形的林长来协助救援 在山顶走四公里的所在这找到人 跟同事接到报案后 立即前往越岭古道平安 顺利找到臣民 并协助臣民脱困 塞车口GPS走到没路 车放着用走的路来 又找没路 这车去找朋友有点很刺激 民視新闻华联报导